高雄跨百光年的活動如期舉行 三十一號這個跨年夜當天 將會跨百倒數之後 再施放壓軸的三百秒的這個花火 除了會參考旋梨港 跨年煙火的設計之外 是捨棄這個單一的施放地點 現在更會沿著這個高雄港的舊港區 來開發這種軸線進行的設置 其中還有包括口徑達十六寸的煙火 尺寸是全臺今年度跨年之最 那麼在昨天晚間 也已經先事先的打了四發 我們就透過鏡頭帶你來看 更將沿著高雄港舊港區的 開發軸線進行設置 而二十七號晚上 高市府強先試打四發 其中更包含口徑達十六寸的煙火 尺寸為全臺今年度跨年之最 並強調這次大港煙火前所未見 在高雄港區施放 推薦像是高雄港沿岸或愛恆灣 高雄流行因為中心等地 都是很好的觀賞地點 不過也提醒民眾要前往觀看煙火 或參加活動的人 務必遵守全城戴口罩 觀賞區禁止飲食的防疫規定 才能開開心心迎接新的一年 以上是來自高雄的消息 把時間交還棚內